蔡徐坤今年刚马20岁 通过偶像练习生顺利出道 近日网传她的组合9%要参加跑男 里面居然没有蔡徐坤 网友纷纷表示这不公平 之后官方给出了解释 说是蔡徐坤最近档期太满 与录制跑男存在冲突的情况 直观群众认为是蔡徐坤与前经纪公司 解除合约的事件 导致她不能参加此次跑男录制现场 也有的网友说 是在这个事件的背后有暗箱操作的黑幕 目的就是不让蔡徐坤参加综艺节目 对此张一星表示 脚趟实地谋发展 努力努力再努力 似乎是在鼓励她 连红是非多 走红的蔡徐坤自然也是少不了绯闻 日前有网友爆出张 蔡徐坤和一名女生的合照 当时蔡徐坤穿了一件黑色的毛衣 女生则是在自拍 并把蔡徐坤拍了进去 据网友扒出 这个女生是创造101的参赛选手之一 名叫少夏 少夏还与蔡徐坤撞了多个同款 比如同款耳钉 以及同款的戒指 但有网友称 照片中女子为蔡徐坤参加 新动亚运时前团成年的好友 蔡徐坤和这位女性也并无暧昧动作 只是女方单方面拍照 蔡徐坤也只是转头配合拍照